上海方舱志愿者吴先生表示 他从外地来到上海方舱医院工作 看到很多方舱志愿者跟他一样被感染 就地隔离 核酸转因后就被遗弃 被迫流落街头 他的行李被扔掉 孤身一人露宿街头快一周了 求助政府部门但都不管 我之前在方舱上班 阳性的时候就把我开除了 阳性之后的工资他就不付了 转因的他就把我丢在外面了 想要个公道 我看到很多人 有信员 18号有视频曝光 上海给方舱医院烧饭的志愿者出舱了 没地方去 小区不接收 只好睡在马路上 这是我们的两位经理 陪着我们一起睡马路 真的真的好可怜 我们你看 这就是在上海 我们在上海 这上海 这就是城市 这么大的城市 让我们睡马路 三月份从外地来到上海 建造方舱的沈先生表示 他们不眠不休 建完方舱 还被拖欠工资 完工后的隔离时间一再延长 上海政府一直不放他们返乡 身心备受煎熬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后 5月17号官方宣称16个区已全面实现社会面精灵 16号开始分阶段解封 复伤复事 但是上海居民施先生曝光 中共官媒的新闻是在造假 实际上上海防控依然严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雄斌刘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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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